近日,baby在接受媒体采访时,难得公开了自己过年期间和家人们的相处日常,以及一些自己私下的状态,甚至连给儿子收红包的方式也罕见被公开。 baby表示自己对于儿子的红包其实也和大多数妈妈一样,会让孩子短暂地拿一下,自己会在最后全部收起来替孩子保管。 但她不会打开孩子的红包,只是帮忙收起来而已,她甚至连红包拆都没有拆开,她等着儿子长大了未来自己打开。 过年期间,baby的日常生活其实和普通人并无任何区别,不过就是和家里的长辈们一起吃饭庆祝而已。 而且这一次baby还透露,其实私下的自己并没有女明星包袱,前几天录制滑雪节目时,她甚至连续五天没有洗头。 作为顶流女明星,她敢在镜头前公开自己如此真实的一面,属实有些令人意外。 不过私下baby被偶遇时,相信大家也看到了其实生活中的女明星,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精致。 抱着孩子现身餐厅时,她不过就是一个穿着普通的孩子妈妈。 不得不说,如今的baby似乎变成熟了不少,也变得更加接地气。 希望她事业越来越好,也希望她和儿子可以幸福。